祝一首的动作还要跟着节拍做暂位调整 绿岁慈济幼儿园学童登台演艺父母恩仲南报金 也演出母亲怀胎十月的辛劳 看着孩子熟人的手与动作 李小诗感触良多 从这个表演最令我感动的就是 他在食恩的时候 我真的是要哭 我去感受到我母亲的辛苦 因为我本身自己在小的时候也是叛逆期的 没有去做到那些东西 所以我要给我知道 我孩子知道是培养他们去力行这样的东西 把它砸根起来 台上孩子穿上毕业服的那一刻 台下师长深刻感受到孩子真的长大了 从一开始三岁的时候他真的非常抗拒来学校 他也习惯了学校的环境还有朋友们 然后才接受一切 虽然他是独身子 但是在学校学的东西 好像如何去跟人家分享啊 还会体恤别人 其实我跟波玄相处的那个时间并不深长 这三年来我看到他其实成长了很多 他变得比较有责任心 在这三年里面 从懵懵懂懂到长大都懂事了很多 什么事情都会自己去完成它 所以老师还是要祝福你们 要多多勇敢 孩子就像一张白纸 在师长细心的呵护与灌溉下 带着满满的祝福 迈开步伐 展开人生 另一阶段 大爱新闻 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